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仙气飘飘的 在这边四周都被大山包围住 这里有一条小河流 这里便是景区入口 我很喜欢它上面的青草 铺满的那种感觉 看着很舒服 下雨天都是塑料布 走吧 进门 黄龙东的门片是115一张 但我们购买的是121一张 包含了语音讲解和一个床票 然后我现在走到这里呢 我看到非常非常熟悉 我在想起来我10年前的时候 有来过一次 被我遗忘了 20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自己的第一次礼物 就是一张旅行票 一张机票 然后一个单反 那是我第一次踏上旅程 来的就是张家界 时隔10年 被我自己遗忘了 走到里面才想起来 但是我来过 大家并没来过 所以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吧 那进入景区的第一景呢 便是这用茅草堆砌的第五坑 茅坑 它这里写的是茅丝 听起来还挺有一镜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水车 这是让我比较记忆深刻的 经过了10年的沧山 也不知道这个水车是否经过修缮 大兄弟 你可坐着累不累啊 累他也不会告诉我 真正的水车呢 是这样可以摇水起来的 刚刚那个大的呢 已经是 只是一个背景墙了 这边随着走篮进入洞口处 到处都是这样的小风车 看着特别惬意 好多人哪 进入沉洞过后呢 会经过百米长篮 然后来到了幸福门和长寿门 那 我还年轻 我选择幸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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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洞口可以选择步行 也可以选择乘船 我们买的是乘船的 那在上床处呢 有一个免费拍照的这样一个活动 免费拍了过后 送你两寸的照片 一直声称的是免费拍照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拍吗 他所说的是免费拍照 但是拍完过后 只有两寸的 谁都想要大照片 对不对 那 你照了照了 如果照片好看的话 会不会选择要大照片呢 那就掏钱呗 好吧 这个都是看客气随意的 有的来了过后 也会想要留下美美的照片 对吧 反正对于我来说是不会选择了 因为现在好了不够说了 不然等一会要说我多少人刚才了 老实说实话 这样容易被打 免费拍照 免费拍照了 免费拍照了 这个是洞内最大的十损 被称为龙王宝座 里面据说可以容纳十五人 哇 这边已经都嗨了 各种回音蛋样子 老鹰逆时 这看得下一个鹰吗 免费拍免费拍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免费拍吧 这边也挺好看的 这边近吗 这边近吗 十年前所到的感受呢 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那现在相对于没有之前的那种鸡心了 就是十年前到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 现在可能是看得太多了 这也见识过原始溶洞 原本的模样 长大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这边呢 有一个后宫 后宫嘉丽三千 曾经这里造成过一场碰塌 但还好 现在的样子也挺美的 在我们正前方呢 这个是定海神针 黄龙洞的最高十损 高达19.2米 1998年的时候呢 被投保一亿元人民币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定海神针啊 它的上方是还在持续的滴水的 也就是说它也会持续生长 那在N年以后 它会不会顶到顶端呢 这个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里呢被称为回音壁是一个休息台 那从这里下去过后呢就回到地上了 我们现在呢还在龙宫里面 属于在仙界里面 正成仙中 下去过后就成人了啊 那回音壁还是要来大吼几声 证明我来过吧 嘿 回音还行啊 现在呢是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领取一下照片看看 照片呢是2寸的免费这套 8寸的呢是需要20元一张 那我们领一张免费的吧 我们找个棉份照片 那都是 黄龙顿全场游览时间呢是2小时 里面是无厕所的 那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我就很好奇啊 里面既然没厕所 工作人员要上厕所了怎么办呢 他不可能全天候的待在里面啊 上个厕所跑出来上啊 还是不想象了 好吧 全程就此结束 谢谢观看视频 拜拜 10年前和10年后的感受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具体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长大了 老了10岁 走了走了